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高跟鞋的声音管现在有一点影响 尤其是在泳衣的时候 他们说的嘛 说说什么 没有蹦蹦跳跳的这样子哪里 哪里好看 对不对 原本就是要好看啊 所以用我的印象中文 然后在里面我觉得 戴冰尼之花跟它没有差太多 所以 我就看说其实刚才戴冰尼之花也是一样 因为它蹦蹦跳跳的那里结果 而且你知道它的脚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差不多啦 差不多 OK 这样比较新味教我们的就是呢 就是在圣诞台上面 有一些简单的贴饰 对 那我们就至少可以站在山坡的 或走在山坡的 OK 首先呢站的时候要这样子 好像一个 踢 踢 踢 就是右脚呢 会靠在左脚的 有点像 这个内弯处的那个地方 他们那个也太踢了吧 那那个是麦大老叔叔 麦大老叔叔啊 因为这样子呢 你看到你的腿会比较线的 比较长 会比较瘦一点 等一下 所以这个右脚是应该向前的 对不对 大概 腰要偏左一点 偏左一点 然后要站 OK 所以这个右脚要稍微向下弯 最好呢 是你的这个Hill 你可以把它提高一点点 所以是 只要垫起来 垫起来 对 不是说你弯曲的时候 你的手也要弯曲的 你可以手不要这样弯曲的 我觉得很粘 我觉得很粘 然后等一下 你的这个屁股呢 就要弯这边一点点 弯右边一点 对 我找不到我腰屁股 你看就是 我觉得它就有很多共同点 我又有腰又有屁股 OK 这样就是自己有的一个 shape 然后呢 这样上半身 这样站姿就差不多了 对 然后你的手去插腰 插腰 插腰 这样的时候就要这样子 溫溫揉揉的夹 你看你看看 看我看我看我 看你 看我也是吗 就是你要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不要换另外一区去揚我 我 揚上 OK好 就是这样很自然的 眼神的 谁要迷茫 谁要迷茫 他不是说 你的那个 头的弯曲的那个幅度 也跟肩膀是 大概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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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要太过正脸 正脸是不会太好看的 就側一点点 这样万一我的右边 你不要看怎么办呢 就这边打 所以会不会有加力就说 我的左边也比较好看 不可以 因为我们是团体生活的嘛 而且这个是整个是 我们整个group是在做一个show 所以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这边你要这边 是太过麻烦 所以就说导播跟你说 你就在你左边 你觉得在左边 对 对对对 刚刚他讲的那个concept还蛮特别 我们看学美 我们会觉得说 是一群女生在争艳斗力 可是他刚刚讲的另外concept是 其实我们是在呈现一个节目 大家其实不是在争一个冠军 是 可是如果一直站着 然后一动也不动的话 那样也很奇怪 可是你刚刚这样做的时候 我看见你站着 稍微有点摆过 一点点 就一点点而已 就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是练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在练是站 我们在练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练站 大概一个小时多 就像站着一个小时啊 对啊 而且要笑着 因为在真的show的时候呢 你的笑容真的会变成僵硬 你又这么浓的空调下 那我示范一下 所以刚站的是这样子 五分钟后 十分钟 一千多 你的脚会抖的 你的脚会抖的 难度是脚会痠 然后脚会痠 身体会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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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屁股要一直翘 然后你的脚整个脸会僵硬 有没有什么tips 就是可以站久一点 然后不会晕倒 或是不会痠 首先是脸啦 我们讲脸啦 他们有时候他们笑会很僵硬 对 所以他们就叫我一个 就是这样子 脸就笑 所以这样子你的脚巴就可以 放松一点 可是你在台上的时候 摩托随时拍到你不可能 这样啊 不能换 所以他们要做得很自然啊 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就是 如果你大笑的话 你的法令文 会显现 对不对 这样笑就不会啦 就不会有法令文啦 你是说说吗 不是 不是 而且他刚刚的那个 那个好好学喔 而且这样子又 你看 不会显得很难 好像很难看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 雪美的这个皇后 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她即使是硬点站着 她都仿佛好像跟你讲话 对 所以嘴唇就类似像 要给出一个字这样的感觉 对 就这样子吗 好 所以你要给一个伪务 或者是你要讲我 她有点那种委屈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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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那个走路的过程当中 那选择在定点上面摆什么POSE 其实也是很关键 对吗 对 可是我们POSE蛮简单 其实是插腰 插腰 插腰 然后就两只插腰 就是一只插腰 也是一只插腰 不可以太过夸张的 OK 如果里面有转身 你转身转的很异弱 这就是每个半圈半圈 大概是这样子 来 转一下 預備 开始 身体带着头 而且我完全听到高分鞋的声音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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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带一个给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今天很期待要穿高分鞋 好 经过了就是刚刚的提点 跟运行呢 我现在一带命运之后跟大朋友做完 等一下 等一下 她有没有讲到重点 干嘛帮我摸的 因为 不摸的话是用哪来干嘛 那你说是不是 喂 不是 她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走路的时候 我妈又学怎么走路啊 正确的走路 交叉 首先要交叉 你交叉的时候呢 你屁股会这样子 有点俏的 有点俏的感觉 对 所以这样子走起来 会比较性感 OK 交叉的意思就是 这样子走直线这样子吧 我交叉我回来 太过叉了 太过叉了 你看我 对 要这样 是这样吗 可是走的时候屁股要摇吗 可是要摇 屁股要摇 所以不是因为走 所以屁股自然摇 而是你屁股要真的去摇它 是 其实是选择的马铁 你那个叫 他那个叫左右旋转 你的屁股怎么会左右旋转 太灵活 哦 然后是松掉的 摇一下 摇一下 各位 那你给你吃吧 欸 你是抽筋啊 全身在摇 全身在摇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完全 师妹 师妹 来 师妹开始 欸欸欸欸 其实很少而已啦 就是这边而已 啊 我可以啊 他转过来 他要回眸一下 他很拿人的了吗 就猜他肩膀很自然 是 对 然后我们好像是肩膀跟屁股是连在一起的 欸 你看肩膀跟屁股连在一起吧 其实给你一个最好的训练 就是当你搭MRT的时候 那个老师跟我讲过 搭MRT的时候 这么长啊 对吧 然后就整片是好像玻璃 嗯 就这样子走 走上 走下 走上 就是最好的 你这样会上Storm喔 没有没有没有 他的意思是你不要 你不要走到像摩托这样 可是你可以看这镜子 走一走 啊 就是那个走来走去的 那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 好 我跟你讲 因为呢 在学美的过程当中 训练现在很辛苦 嗯 时间也很强 但是很多时候呢 靠领悟力 对啊 就看我们两个人领悟了多少 马上给大家看我们练习会的成果